见到也有人想follow美团的价格 就说赞3690的低位 有没有机会去见$120? 去到这么低 我想不会即时 你可以逐步逐步地阴上去 我想现在120是太远了 短线还没看着8月底的低位 大概$183的位置 那个位置就是刚刚出招 说的是反垄断的时间 现在都差不多接近了 如果再穿的话 那图可以非常之欲穿 逻辑就是说 那次跌下来反弹的朋友 全部都下跌了 你说这个位置怎样顶 我想这个关键位$183 现在都差一点 差一点而已 也是那句 你问究竟腾讯为什么会减持呢? 它字面上就说 因为公司企业成熟 我们可以减持 但是实际上这些公司 一直都成熟了 为什么现在才来减持呢? 大家自己演绎吧 但是anyway就是说 你会看到 就是像Irene说的 沽完9月8 那么快又沽了C 那会不会很快又沽其他呢? 我想这件事大家要留意 所以其实之前都提过了 这些股票 你一直未沽的话 你都很难去有反弹 或者怎样回升 还有你又回到科技股的层面 如果你说债息还在夹的时候 或者始终要收水的话 这些科技股 尤其是这些 你说美团 还在销钱阶段的股份 你没有盈利 你的股值 你是不是可以 sustain到呢? 在这个收水年代 所以我觉得 都要小心一点 尤其是你说 高位有货的 我想现在都难搞了 你说最近开始慢慢闹那些 就是想着中长线那些 你就自己小心一点 我觉得中长线 是不是还想科技股 这些 就是美团这些 我就有少少保留 短炒无所谓 短炒你说 你拨它超跌反弹即时 弹回十分 抹回一石 我觉得这些无所谓 但如果你说 你最怕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拨反弹那些 然后 拨不起下来 我不如先坐下 然后坐下坐下 你可能就成 越来越低了 或者整个手都是那些 这个你要留意自己的操作